阳台铁窗遭到石头砸毁 尼沙台风带来超大豪雨 新北细致的伯爵山庄社区 大片吐司崩落 吓坏当地居民 紧急撤离 镜头转到新北永和 大雨导致心电吸水大涨 浮河潮瞬间变成大型泡汤会馆 至于百灵潮下 也有将近50辆车子惨遭水淹 尽管尼沙台风没有直接登陆台湾 但是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 带来猛烈雨势 造成北部东北部淹水灾情惨重 至于在宜兰大同乡 雨淡狂炸 有居民目睹 大规模土石崩落 真的吓坏了 石门水库也因为大雨水位攀升 今年以来首次启动 翼洪岛泄洪 而根据中央災害应变中心 16日晚间统计 全国灾情一共268件 多半是积烟水 陆树倒塌 其中北市灾情多达208件 虽然信箱局已经解除 泥沙台风的海上警报 但是风雨未减 提醒民众外出时 仍需多加留意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继续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